你 小子 你感悟仙古道法 收获不小啊 我 不过 日后若遇到主寺生 合一的地冲 依然不要轻视 合一后很强吗 他那神态再变的秘法 到底什么来头 这秘法 乃是一个不灭的生灵所创 不灭的生灵 难道是他 他乃本纪元 已无上生灵的一父子 他说其血脉与昆蓬有关 只要不是两身同命 就可无境再生 越来越强 不过 先殿所得乃是残法 并无自动变强的妙处 但依旧小觑不得 好了 我要继续去探索无人区了 好自为之吧 刀主 至尊殿堂 可能被一只大乌龟驮着 上界来了 我知道 听闻过一只银皇 见到了他的消息 去参赛之前 还有些事情要办 爷爷 好玩 孩子 爷爷 您彻底恢复了 尊者经 可断职重生 既人无事 自然可安息了杀 天神族 爷爷不必生气 浩尔又没吃亏 那还不是多亏你败了位厉害的师父 虽然有事不太靠谱 但对孙儿的确不错 浩尔 我也听说了 那百川惠海 乃是万俗争雄的战场 这个 是你当初留给我的 还是交还给你 幸运能派上大用场 爷爷 这就是天命石 你说说 要去三赛 为何要交宝物给我 这东西 若是还能融合就好了 可以让你更进一步 可惜了 虽不能融合 但这东西研磨成粉 却抵得上神圣宝药 还是爷爷您领着 以防万一 好 咱们祖孙 一人一半 浩尔 聚船进入那百川惠海的赛场 好多选手都会点燃神火 我也特意为你打听了一处蛊惑所在 明日 便带你去收服 爷爷 你为孙儿做得够多了 简然神火之法 我另有打算 你已经长大了 所行之事 早有计划于心 爷爷放心 只是 听闻那大赛即将开始 想来你也待不了多久了 你我祖孙 才刚刚相见 怕是又要离别了 鹏儿 好 你一定要小心 哪怕不要名字 只要活着就好 爷爷放心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感谢观看